德班士拼赛即将开赛了 国拼也在积极的封闭训练备战中 而说起备战的对手 很多球迷依然感觉是日本乒乓球队 大家还是会关注张本志和早田希娜的发挥 但当下这两人的威胁已不如从前 而悄然崛起的韩国队 却是最容易让国拼忽视的存在 从去年朱世贺担任韩国队主教练之后 韩国队表现就越来越好 最可怕的是 他们出现了所有项目均有大幅度进步的趋势 男队的林仲勋张雨珍 女队的申育兵朱千锡 他们默默地杀入决赛 能与国拼相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那么小编详细地跟大家聊聊 韩国队最新的威胁点在哪 为什么日本队如今并不算大威胁了呢 日本队板凳太浅 国拼对他们太了解 说起日本乒乓球队 我们球迷认为有威胁的选手还是那几个 张本志和早田希娜 伊藤美成 为什么这么说 纵观各个级别的赛事 能走远的总是这么几个人 尤其是日拼男队 正在刚刚开始没多久 日拼就剩下张本志和这一根独苗了 这种情况不止一次 什么户上损斧小肿大灯 根本进入不了国拼球迷的视野中来 用我理恨形容他们绝不为过 而且张本志和发挥也不能算是稳定 而日拼女队只有早田希娜崛起了 伊藤美成已经到了技术瓶颈 其他女选手说强不强 说弱不弱 都不如张本美和看点多 而且国拼跟日本交手次数太多了 就像是人人都会打伊藤一样 除非他们秘密练习了新技术 否则国拼真的对他们算是了如指掌 所以如今日本队不算是国拼的大威胁了 朱世贺执教后 韩国队有了全面进步 说起韩国队 我不夸张地说 之前的教练都是用眼睛看比赛 而朱世贺执教之后 iPad马上就录了起来 大家可要知道 朱世贺是唯一一个消球的士兵赛亚军 跟国拼二王一马斗了一辈子 跟马龙斗了半辈子的人 你说他没实力 他研究不了国拼 小编肯定是不信的 一 单打的威胁 林仲勋的威胁已经超越张本志和 首先在稳定性方面 林仲勋要比张本志和强很多 而且在比赛中的纠缠能力 也强于张本志和 亚洲杯战胜王楚清 樊振东在领先的情况下 险些被逆转 最可怕的是 他遇到国拼后 经常不定时的打击血 拼得无比的凶狠 中台相持纠缠能力很强 所以国拼一定要重视林仲勋 朱千熙作为华裔选手加盟韩国队后 让韩国女队实力大涨 她的特点也是稳定 暴冷的情况很少 而且是国拼的基本框架 年仅21岁的她 已经具备了战胜日本队主力队员的实力 力压长期美右 张本美和晋吉 一度能把孙颖沙逼到爆发出 全部能力与其对抗 一个月的时间 原本世界排名摆明开外 瞬间来到第38位 这实力显然不是盖的 还好韩国队友规定 目前朱千熙在2025年前 是不可以参加世界三大赛事 但下一个周期 她一定是我们强大的对手 威胁不亚于早田希纳 2.双打的威胁 很多球迷跟小编沟通时表示 为什么韩国队的双打 感觉谁跟谁都很搭配 组合起来就很强 其实这是源于当时韩国队的单打实力弱 只能在双打方面下功夫 而国拼相对不会以双打为主 如今一旦韩国选手单打实力有所突破 双打实力自然就更加精进 反观日本男双就显得很弱 冲击力远不如林仲勋张宇珍组合 3.混双的威胁 很多球迷只记住了我们的孙颖沙 王楚清决赛 战胜早田希纳张本志和夺冠 可是大家忽略了林仲勋 申玉冰这对组合 申玉冰虽然球的整体质量不是很高 但是揭发球办法多 出手速度快 进台威胁很大 林仲勋的搏沙能力强 中台能力强 同样是左右手配混双 林申组合给我们沙头组合的压力 理智来看 绝不亚于日本队的苹果盒子组合 而且普遍外协在心态上有优势 都是赢了赚 输了算 所以大家觉得 韩国队威胁是不是很大呢 结语 所以国平要理智 千万不要把精力全部放在日本队身上 不光是这三个项目方面的威胁 在选手的板凳深度上 韩国也很强 哪怕林仲勋失利后 还有张宇珍 朱谦希失利后 还有申玉冰 而日本队的张本志和早田希纳 如果失利后 其他选手并没有展现出过大的威胁 有人会说伊藤美成 小编敢保证 如今国平五朵金花中 个个会打伊藤 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 决赛完全有可能成为中韩对抗了